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根本没什么好讲 一堆人可以替他辩论 有一家垃圾报纸 还递给他一份 你用这个来辩论 他拿美国一个文件 拿第一页 第二页 不晓得没给他还是怎么样 我们去看第二页 一看 吴猫坤你就是 你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真的很多事情就是一番两正眼 在小董的节目很容易 你听到小董一讲 小董这个讲的就对了 这个就叫到位 今天上午立法院 國防外交委员会 开公定会 为什么要开公定会 其实各位知道 现在金人年改 民进党急着要让他过 因为他们打算七月一号要实施 你在看街头 街头一堆警察 退休警察 消防人员 这些人是卖老命的 各位朋友 有时候冥冥中有天数 本来 警消不服从这个活动 那天早上如火如荼要展开 可是不幸 那天早上四点 有两个警消 有两个警察 他们在麻豆段的高速公路国道 郭正雄跟叶家豪 两位英勇的警察 他们因公性职 结果很不幸 另外一个不幸是什么 你警消不服从的活动 就被打了折扣 对不对 大家都讲 这两个警察 新闻就会往那里倒向 这警察这么状态 你们来这边抗议 当然我们挺你 可是新闻就会被分开 各位就知道 新闻 我们做记者 我们做媒体 新闻这样一分开的话 你的分量就减轻了 对不对 就会被导引了 柯文哲是最聪明的 柯文哲每天喊素人 柯文哲 我每天骂他是个草包 他是真的草包 可是他很懂嫌疾 他每天用假装素人的人 的语言 然后跟大家博感情 他有个理论 他说我们要用杀姨理论 我今天做错事情 我赶快再丢一个 让你目不服侠己 你就来不及修理我 新闻又转换了 新闻就是这样跑来跑去 像我们懂媒体的人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警消不服供 他们上街头 金人年改要改 早上在外交委员会 各位刚听我们news酒吧的新闻 对金人最大的欺辱 就是不给他尊严 我们把金人的尊严踩到脚下 那是最严重的 对不对 连国防部自己都跳出来讲 国防部 他说重伤金人的尊严 伤害会比连改更大 各位这些年是谁在重伤金人的尊严 不就是民进党吗 他们不是认为金人是米虫吗 小董在这里讲多少年 我讲多少年 你们那些不要脸的阿公阿嬤 每天骂人家是米虫 叫你的乖孙去当兵啊 为什么不去 台湾就是这些阿公阿嬤才是米虫 一毛税都不用脚 每天讲的自己都爱台湾 我台湾人我怎么 本瘦人啦台湾人 看了这一人我就火大 别人在前线 别人在高速公路上 冒生命危险 他每天好像自己 我台湾人我了不起 讲这样的话就了不起了 台湾人 多数的台湾人很勇敢 很坚强 可是不会像这些不要脸 一心只会想搞台独挺民进党 然后讲的自己都了不起 你们把金人踩在脚下踩了多少年 政务带头把金人踩在脚下踩多少年 一个朋友刚好去戏子车站 看到他们在演金人怎么杀人 那些场景都是假的 228 在戏子车站曾经发生过 但是不是他们演的那样 他们就把他夸大 他们夸大到蔡英文就职的时候 他们也夸大 在总统前面表演 哎呀 那国民党的金人怎么杀人怎么样 他们都在羞辱金人的尊严 你知道吗 今天民进党最可耻的就是把金人踩在脚下 今天我听了一句感动啊 陈家钦被我骂好几天啊 今天有人问陈家钦 警消不无从那些人上街头了 陈家钦说 连改如果改得好 他们怎么会去上街头呢 没错陈家钦这句话就讲对了 对不对 警政署长我骂他好几天大家听得很爽 我小董是恩怨昏明了啦 你对了我就讲你对 你不对了我就骂你不对了 我就是这样 但是 因为我们一马归一马嘛 好人也会做坏事 坏人也会做好事啊 各位有没有看过 有一处评级叫做法门市 法门市有个太监叫刘锦 刘锦坏透了 可是在法门市他做了好事 这出戏 各位我们就是论事啊 所以我都是针对事情来评论 我都针对事情来让大家来做对照 怎么叫对照 他可以做他不能做就这样 我马昏去大陆就叫做我没有兼职 管宗明去就叫兼职 对不对 这个就不是是非嘛 可是小董一拿来做对照 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嘛 对不对 各位 卡管宗明已经卡一百多天了 一月五号选出来 今天四月二十五号 各位 一百多天了勒 我过去看一个广告都哈哈大笑 有个人啊 他表示他手机 那个电池 寿命很长 他就去跑步 跑步人 他就学着阿甘正传 那个阿甘 就一直跑 跑不停 他从年轻跑到老 胡子都长出来了记不记得 结果他家人还找他 打电话给他 他手机还能用 你知道吗 不跑了几十个月了 他手机拿起来讲一句话 你不要再卡了 你不要再卡了 现在卡管还一直卡 你不要再卡 讲不听阿 胡子都长出来了 但是各位朋友 你讲 台湾社会有没有是非 没有 你一对照就知道 民进党这个垃圾党 一对垃圾人 垃圾党主席蔡英文 你看他们做的事情 他不在乎耶 为什么 因为多数人民不在乎 你知道吗 你会在乎吗 你看看 油价涨多少了 油价涨多少 有人讲吗 前中华民国 只有小董一个人在讲 阿过去如果是马航九 涨油价 哎呀不 不食人家烟喉 政府不体系老百姓 结果马航九 的趴一直掉掉 掉到9趴 蔡英文呢 蔡英文拼命涨 没有人讲话 985全汽油 31块多 我都加95 29块多 40个月前 马航九 蔡英文执政还不到两年 所以不到24个月 40个月前 马航九时代多少 19块 各位差多少 有没有人讲话 没有 因为民进党执政 我们整个媒体都不讲话了 我们整个议论不讲话了 台湾有 有示威公道吗 没有当然没有 台湾的示威公道 小董的 真心话 news98节目 我最公道啊 因为我哪来做对照嘛 对不对 我每一样都哪来做对照啊 今天叶敬龙国防部长 那个内政部长 被黄昭顺委员问 国民党黄昭顺问他 我们现在进入立法院 外面沉沉寄马 这简直在搞戒严 叶敬龙说我不同意 叶敬龙原来是台大法律器 叫做力挺太阳花 叶敬龙讲一段话 很可耻 很恶心啊 台大怎么会有这种教授 台大很多这种教授 尤其法律系的 那也不叫教授 法律系对教授 是民进党的走狗 走狗中的走狗还摇尾巴 我曾经去台大法律系演讲过啊 我是对学生讲 我导正他们正确的观念 就是说法律 人情 公理 你要怎么去看待 我们新闻记者 我们应该 有哪个角度来看待 当然很多学生都被 垃圾教授洗脑了 叶敬龙台大法律系教授 他讲一段话真有意思 黄昭顺说你这样不是搞戒严吗 你都是记嘛 现在台北都记嘛 你看蔡英文的官邸 那边都记嘛 我每天经过 我看的都很难过 台北现在很多路口啊 尤其总统府 总统府 总统官邸 立法院 监察院 行政院 这一条等于中山南路 沿过来嘛 旁边记嘛就不拿走了 因为常常有人抗议 现在台北一年有七千多场的抗议 七千多场你把它算365天 你去串 但是你今天看哦 叶敬龙讲这个话 我听了就为什么讲他恶心呢 他说黄昭顺你讲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记码搞戒严 我不同意 他说我们就要保护立法委员 让整个立法院的意识顺畅 叶敬龙你现在是正常了 还是小董讲的恶心 当然是恶心啊 要让立法院的意识顺畅 那你们怎么会鼓励太阳花占领立法院 不让立法院开会呢 叶敬龙你要不要脸啊 我让大家来对照啊 要让立法院意识顺畅 那太阳花占领立法院 你们都鼓励啊 从太阳花 发生的时候 全台湾只有几个人在骂 没有人敢骂他们 我每天骂那些垃圾啊 我骂更难听 难道领仓啊 他们对我很不烦 哇 网路上 PTT怎么样 我才不怕 我告诉你 多数的网友是垃圾 你们没有思维 没有正义 把它倒过来吧 那你立法院就不应该改字嘛 放字嘛 你让那些 警消不无从 让那些推进人八百装饰 攻进去占领啊 大家要公平啊 一样啊 凭什么学生可以占领立法院 精通教推休警消不能占领 这公平的社会啊 你做对照就发现 所有东西都是荒谬吗 不是 所有东西都是不公正 所以每个人都在讲漂亮的话 那讲漂亮啊 讨好一些人 讨好特定的台独 哇 好高兴喔 台独有示威吗 你竟然看到了 如果台湾社会 大家都讲说 我们要理性 要来那个 譬如说有些股票主说 国民党你怎么可以提四个方案 这四个方案叫复议案 各位 现在大家要当冲嘛 股市 民党提了案子 这个案子喔 我们再把这个好处 把它延到年底 修改法令啦 前几天通过啦 想说哎呀 就要公布了嘛 結果国民党提了复议案 大家就很气 欸国民党怎么拿股民那个 国民党喔 过去绑手绑脚啊 我不是股东 我不太喜欢暴力 虽然我一个打十个 大家都知道 我武功了得啊 我每天都去台大或世大那边 找人挑衅 但是 我 我不是主动的人 我都是被动 你知道吗 你打我一钱我给你打 打我两钱我给你打 第三钱你还没出手 我就把你撂倒了 你说哎你怎么可以打人 那他打我两钱 你怎么不讲话 你垃圾啊 我就是这种人啊 各位 人要有点脾气 对不对 日本侵略中国 你占领我东北 我可以忍受 因为我们那桌还没准备好 你又 在你的上海 我可以忍受 因为我们的金背还不够强 可是当你打到卢国桥 已经 变本加厉 你开始讲 哎呀我的金人失踪 我要收成 那你把我当什么 我就开始反抗了 打垮了日本人 这就是 就是这样嘛 我们不主动嘛 被动我一定要把你打倒 这个你个性要这样坚忍 各位 那你今天看到了 整个台湾社会 有这样的思辉 有这样的坚决 没有 国际民进党什么都瘫痪啊 结果民进党获得挣钱 哎 啊请问一下股民你们在哪里啊 你今天讲台湾 我们基本面 消息面 股市大家做这样 谁把基本面做好 国民党嘛 从孙英权送李国鼎 对不对 陶生阳 然后一路上下来 整个经济的基本面 都打好了 你今天有没有看一个消息 台售在海外的资产 是国内的四点多倍啊 他讲蛤 为什么会被查出来 因为王永靖 王永哉兄弟死了 后人可能都想说要分家 要知道多少钱 才发现说 台售在海外的资产 是国内的多少倍 你知道台湾最大的公司 私人公司是哪一家吗 就是台售 啊公营公司最大是哪一家 中油 那台售是前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 原来 它在台湾呈现的最大的 只是 不到四分之一啊 各位 那海外资产那么多 台售 我昨天晚上 就看一下 国外的新闻 看一看 哇 台售投资2800亿 路易斯安娜说 美国 为什么 王永哉 他现在是台售的老板 王永哉的儿子 他去接工种 过去台售 王家是不接政府 这些民间职务的 他们觉得太麻烦 他现在主动去接 王永哉很喜欢画画 他对台湾 觉得 虽然想投资 可是觉得很灰心 很灰心 可是他觉得他还是要参与 他在台湾有参与 可是他在国际 在美国 在国外参与的更多 对不对 他在越南 釀钢厂 在美国 这个是石化厂 美国给他们 路易斯安娜说 这个小镇给他免税 多少年 回馈他多少年 在台湾可能吗 不可能 台湾只要给一家企业家免税 或回馈 大家出来罵 土地财团 没有想到他们带来的 那么多人的工作 他们将来缴的税是缴数 数十倍数百倍 台湾完全没有 台湾完全没有 所以你有时候看 这些新闻你看得很难过 你要让有本事的人来重振 那个人可能就被打死了 对不对 台湾就是一直这样的社会 一直楼令 我前两天看一个画面 张家住 家庭的家住 英台的住 工厂商 张家住 过去是经济部的部长 早年我们当记者 我们 因为小董跑的路线比较复杂 各位都听过我跑过医药卫生 跑过台电 跑过中油 跑过经济 那政治当然我是最专长的 大家都以为我只是跑政治的记者 不是 我过去 我们在政治的领域里面有很多 交通 以前交通不懂 打电话给张家住 为什么 他是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的首长 就问他 所长这个人 他就 有理论 有什么 知识非常丰富 后来马正如找他当经济部长 民进党把他骂下台 每天骂他 羞辱他他就不干了 他就辞职 因为民进党 高雄不愿意为 整个气泡案负责 每天推给经济部 高雄市政府把土地租给 那家民间的公司 结果管线爆炸 然后天天骂 土地是你租的 你租给他 你给他收租金 今天出了问题 你就天天骂他 还划他钱 然后衣服自己是正义人士的样子 各位公道吗 你社会完全不公道嘛 但是民进党就是会操作啊 民进党地方政府 只要马正如执政时代 地方出了问题都推马正如 淹水就是马正如让他淹的 赖清德不就搞这一套吗 陈吉气爆了就推给马正如 所以他们声望都很高啊 今天台湾的公道就在这里 现在都民进党执政了 出了什么事情就找民进党 中央给他执政 地方给他执政 台湾老百姓要公道 那就看这里嘛 但我为什么讲张家都这一段 因为陈其迈天天羞辱他 人血 害高雄这样 高雄政府都没有责任 陈吉 你看我昨天讲的今天很多报纸 是不是跟小董昨天讲的一样 A加1 高雄了五家厂是不是关了 对不对 五家百货是不是关了 哇他讲 这是精品百货啊 很有名啊 我昨天就讲关了 今天各媒体做到 我昨天讲金石堂 三十四年在陈中殿 台北市的陈中殿 柯文哲每天讲自己都有文化 你看他的长相 就知道他有没有文化 当然这不是羞辱人啦 开他玩笑 但是我真的讲 柯文哲有什么文化 柯文哲在台北有任何建设吗 没有建设啊 他就是个草包 每天讲一些话 让大家听了好像很高兴 哎呀讲到我心砍 讲到你心砍 他怎么解决 他是执政者 他的姐姐 他讲到心砍 哎呀大鸡蛋 我们应该怎么样 那怎么样 你已经执政快四年了 大鸡蛋还是这样啊 对不对 如果是联盛文当选 或者是国民党 其他人当选 应该就盖好了 各位你想 不就是这样吗 柯文哲就是出一张嘴巴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张家住这样 然后民进党很多官员说 你怎么可以讲我们 我刚看 翁启卫说 哎呀你们扼杀了科学家 我听了 讲到科学家 我都想到李远哲 想到翁启卫 翁启卫今天出庭 他说哎呀你们 谋杀了中原院院长 台湾有什么好处呢 很多科学家 我们都尊敬 但是 我觉得这科学家 很喜欢钱 我就不太能接受啊 柯文哲谁来挑战他呢 我的来宾来了 叮手中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回到小董真心话 小董真心话 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我都接受人家来挑战 我们跟其他名嘴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有说批评时政 讲整个国家 蔡英文 讲整个台北市 柯文哲 就是那个草包柯文哲 嘴巴讲的都很好听 我每天想说 没有人可以期待他吗 有 坐在我对面的 丁锁中 现在就来势汹汹 表示要挑战 但是国民党 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都是我朋友 一个叫张晓耀 一个叫孙大千 一个叫 中小平 那他们准备要选举了 当然选举 党内 公平理性的竞争 那是很必要的 锁中兄现在选举打得怎么样 现在全力以赴 全力冲刺 是啊 但是 因为大概二十九年前 我就跑到你选举 那时候五档级 那时候大家想说 哇 台大教授都出来选了 那当然那时候 你们非常清新啊 我记得那时候 总干支支唐湘龙 很怀念的一段时间 那这次选举 你最主要的主轴是什么 我这个政界最主要的主轴啊 如果我当市长 要做三件事情啊 那么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台北太老太旧了 真的台北的不是一个幸福安全的城市 啊 因为台北如果碰到大地震的话 我们有四十年的房子啊 将近四十年房子有四十万户 那耐症系数严重不足的 我们总不能够等到九二一大地震啊 完了以后再来编两千亿啊 九二一大地震我们死了两千四百人 一万一千人轻重伤 结果我们变了两千亿重建 那我们台北如果发生六点三级的地震的话 至少要倒四千栋基因组 那就是十万人口的伤亡 难道我们边上兆的经费吗 所以政府现在就应该啊 用追赶跑跳碰的速度啊 来帮助我们啊耐政补强 都市更新老屋重建啊 那这个都是防灾减灾 都是政府该做的 可是柯P在这方面根本没有做 一年才发两百多张建造 那你想想看以前我们经济好的时候 我们一年发三千多张建造 那按照他这个速度的话 三百年我们台北都没办法读根 说我如果做市长的话 我大力的用荣基奖励 帮助我们市民旧房子换新房子 一坪换一坪两年搬新家 让大家住的更安全更好 那老人家上下楼梯也有电梯 那这是马上要做的这个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柯P没有做好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大家低心 穷忙啊 那主要就是 我们在招商引资方面太差了嘛 一潭死水嘛 你看香港前年招商引资啊 1740亿美金 去年公布的是1080亿美金 新加坡前年公布资料 650亿美金 去年公布资料500亿美金 首额都去年95亿美金 我们台北呢才30亿台币 那你想想看 没有外资外商进来 没有FDI进来 在这边开公司招募人员 招募呃这个员工 装潢他的办公室 怎么可能创造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台北就是低薪穷忙啊 对不对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我们人口啊高龄化少子化 我觉得最需要做的啊 怎么样把我们变成一个 均富公益的一个台北啊 我觉得要让我们的老年人啊 都有所安养啊 我们要大幅的增加我们的 这些老年安养照护的中心 日间拖劳的中心啊 我们要低地板公车 我们要慢性病床 尤其可批把人家 从而进老金都取消掉啊 这个全台湾都有 台北这个经济条件最好啊 财政条件最好 为什么要把人家取消掉 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嘛 那我马上恢复啊 那还有一系列的这种 呃我们进老的这些 相关的这个措施啊 总之就是要 尤其对我们的这种 日间 成间的运动团体啊 我们要对他们 呃有更多的补助 因为我们的长辈 能够早上出来运动啊 这个预防医学上很重要 可以省掉多少医药费啊 卧床 这个在卧病在床的时间啊 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年轻人啊 不不敢生啊养不起 那我看到我们老中国小 闲置的校舍这么多 我们以前兰州国中 四千个学生 现在只有192个学生 老中国小一万多个学生 现在只有458个学生 这么多闲置的校舍 台北市230多所 这种高中高职呃 这个国中国小教师 为什么不能够一校一公托 嗯嗯 一校一公托 那你说学校的教师会 他们嫌压力大工作忙 不愿意来做 流浪教师这么多 我们创造他们的就业机会嘛 我们把校舍免费提供给他们嘛 嗯 他们来赚他们的薪水嘛 但是帮我们的年轻人来带小孩嘛 对对吧 他有征兆的嘛 就可以啊 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减少 我们年轻人脱老育幼的负担啊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专心的拼事业啊 这个随着人口高龄化少子化 我们看到科批这个也不做 那也不做 还呛我们的居民 不要想一瓶换一瓶 难道我们真的要等九一大地震来吗 所以我我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啊 政府没有作为啊 我们逼得我们经济一滩死水 年轻人要出国啊 去找工作到大陆去呃 工作去海外度假打工 度假是假的打工是真的 真的不甘心啊 对啊 其实啊我自己跑台里新闻这么久 也非常清楚啊 我们news酒吧电台 这个地方就是科批过去住的这个里啊 这里长就每次碰到我就很感慨 就是要做都根什么都没办法 科批现在把他的 旧的房子给他的老丈人住 他以前就在这边二十几年 早上骑脚车去台大医院 这边其实也非常需要 那您刚刚讲的台北四十万的这些要度跟哦 这些其实都长期都非常危险 哦这种公益四楼后五楼 老人家不敢下来 因为他下来要去公园活动 他爬不上去 哦就是这些都问题都很久都存在了 过去很多人想改都被他们骂 包括科批他们 哦就所以你你今天要变得要有一个非常有魄力 不是每天嘴巴在讲 哦只只出一张嘴巴不做事的 那这个其实我在台北跑新闻这么久哦 就非常期待 在台北还有一个问题 首重中我想请教你 你如何把台北交通改好 其实台北现在照讲有这么多解映 交通不应该像现在这么不好 我觉得台北交通很大的问题 你怎么看 你看我们考察全世界的这个大都会 这个公共运输的市占率啊 大概都超过百分之五十六十 甚至有七十八十的 你像东京像香港 那台北啊 我们的公共运输只占我们的 全部的是交通的运量里面的 百分之三十四 如果把计程车加上去的话 才百分之三十七 太低了 那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呢 我们最缺的就是啊 在国外我们看到有捷运 有公车 有快捷巴士 还有一个最后一里的服务 就是从公车站到捷运站啊 到你家户社区附近的 这种社区小巴 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社区小巴 所以大家就从公车站 捷运站走到家里 可能要五六百公尺啊 那很多就买摩托车了 买摩托车 大家就到处跑 那我们看到国外啊 都是有社区小巴的这个服务啊 所以我们就缺少了最后这一里的服务 那我如果将来当市长的话 我绝对把这一里补足 你可以看到像我住在石牌地区啊 我们那个地方 有大高岛屋的接驳小巴 有加勒福的接驳小巴 有振兴医院的接驳小巴 有荣总的接驳小巴 在国外啊 都是有这种接驳小巴啊 他整合医院学校卖厂百货公司教堂 然后整合在一起 大家把这个上班族菜兰族 这个上学的都整合在一起啊 他三公里为限 十分钟一班啊 那在社区里面穿梭 那就补足了最后这一里啊 那这样对我们的大宗运输啊 提升啊绝对会有帮助 谁愿意刮风下雨啊 还还要这个骑摩托车呢 第二点呢 我觉得啊 我前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啊 我到波士顿去啊 波士顿他们的国民所得啊 美国的国民所得超过我们两倍多啊 然后波士顿又是全美物价第二高第三高的地方啊 他吃到饱的公共运输月票多少钱呢 84块美金 所有的公共运输你随便做随便用 那我们台北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应该大力的补贴 吃到饱的公共运输月票 现在啊 我因为过去这段时间我讲了很多嘛 那柯P就也跟着就讲了 因为1280块钱 他也跟着这种吃到饱的过程度月票 因为他最近透露我很多证件啊 我讲他就用 可是我觉得1280块还太贵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台北市啊 一年交通死亡的人数啊 差不多将近100人 车祸轻重商送医治疗有依据的啊 差不多两万八九千人 那这些医药费啊加起来啊 还有这个人命的无价的社会成本啊 你想想看多少 再加上空气污染啊 买一部摩托车总要五六万块钱吧 用个十年好了吧 一年也要分摊五六千 一年也要分摊五六千 对不对 平均到每个月的话 差不多五六百块钱 再加上油费也两百多块钱 如果说你能够比他这个更低的话啊 又有最后一里的社区小巴啊 吃到饱的公共运输月票的话啊 那如果比他更低的话啊 那就有诱因啊 大家就会做公共运输啊 那我们的市容也会大幅的改善啊 说我的一个人生的志向 也就是啊 把我们的交通市容啊 彻底的要改变啊 我们这种几十年不变 满街摩托车大家刮风下雨 尤其车祸伤亡的绝大多数 都是我们的机车组 都是我们轻壮生命 这是很可惜的 在这方面 我如果做市长 彻底的改变这个现象啊 用大力补贴的吃到饱的公共运输月票 你说政府要补贴钱 但是你如果把空气污染的成本 把我们市民得肺癌的几率 把车祸伤亡的这些医药费算进去的话啊 那绝对我们大力的补贴是花的来的 是 其实啊我自己跑台北市长非常久 我跑的时候是洗水的在当市长 然后就一路跑下来 每个市长我也都认识 大家都对整个台北市的 都有一些贡献 可能轻重不同 包括陈水扁对台北市的贡献都不错 平常心想 他那时候推动捷印一连一条五连五条 就是说他 他非常 等于说非常 鞭策公务人员去做某些事情啊 我实际想 可是 柯文哲真的是我看了 我真不只摇头啊 我觉得他真是草包 就嘴巴讲了 哦 讲的比做的多 然后拆的比见的多 哦 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的 这三年都来台北的情况 就好像那颗大鸡蛋一样 尾丁尾当 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显前讲了 哇 这个鸡蛋 大鸡蛋就是官商勾结残物 怎么样怎么样 那官商勾结 那你就把它送划办啊 又不敢 就没有证据 哦 所以每天都是在耍嘴鼻子 出那个嘴巴 我觉得台北人应该受够了 但所中生 我要想请教你 跟民生一个很大相关的问题 柯文哲那时候讲 环南市场要改建 那他讲说 那摊商怎么办 柯文哲说 我们就把它移到那个行水期啊 让他们在那边暂时摆摊 欸 行水期 那如果台湘来淹水 他不会淹死了吗 行水期就是提防里面 这个 他反正鬼扯 大家听了就觉得很开心 年轻人家 哎呀 这个有创意 其实都知道不可行 柯文哲都在讲这种俏皮讨好的话 这个是没有用的 我想请教你一下 第一果菜市场 柯文哲要花一千四百亿 一百四十亿 一百四十亿 你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柯文哲在这方面 完全是没有宏观视野的 他这种要花七年 然后花一百四十亿 然后就地改建 穿着西装改西装 把鱼市场先搬走 搬到华中桥外的这个 堤防外面的这个华中桥下面 将来一方面又做工程 一方面那边又卖余货 车辆进出又不方便 工程车跟这些运货车 余货车跟这个果菜车又缴 缴缴在一起 绝对七年做不好 而且这完全是一个没有宏观视野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去国外考察 这么多国际大都会 现在他们都把每一个城市里面 重要的这种果菜 这种整个的大的批发市场 这种鱼货或者是食物 这种批发市场 都搬到海浦新生地区 你可以看到日本最近 你可以看到竹地市场 不是要搬迁吗 他搬到丰田市场去 就是搬到丰州市场去 他主要也是搬到海浦新生地区 我们台北在万华这个地区 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它一直是我们的边陲 在西南角的边陲 然后四周都是这么杂乱的市场 那个地方永远就变成一个 落后的一个区块 我们怎么样翻转它 我们就要学习 像很多国家这种情形 如果把我们的第一果菜市场 把我们的鱼市场 我们搬到我们台北 而且这个要跟中央 跟新北互相合作 大家一起合作 变成一个首都农产品批发的大市场 这个市场搬到哪里去 搬到我们台北盆地的东北角区 就是目前台北港这个地方 台北港它有海浦新生地 田台这么多 它有所谓的整体的一个市场 它那个地方 我们如果搬到那个地方去 它海陆空都非常的这个方便 那搬到那个地方去的话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把整个台北市 一市场二市场 再加上我们的鱼市场 再加上新北市的这个三重果菜市场 再加上四变头市场 这些区块全部一起整合过去的话 那我们市内的这些土地 那可以做很大的这个利用 原来在万华这个地方 现在的第一果菜市场这块地 七八公顷这么大的这个土地的话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将来把它盖成一个精品美食的观光城 然后它配合的外面有华中 这个堤防外的这种合体 堤防合办公园 然后那个地方把它变成个精品美食城 它配合的万大县 带来各方面观光人潮 它就等于像韩国的东大门一样 它就创造了一个景点 它就等于是一个亮点的景点 它马上会带动整个万华区脱胎换股 把我们原来一个落后的区域 脏乱的区域 市场集中区域 马上脱胎换股 然后我们有前瞻的规划 把我们的市场搬到个更大腹地的台北港物流区去 那个地方它有几百公顷 它绰绰有余的空间 而且我们比照国际建设个这样子一个市场的话 你可以拿福岡 拿东京 这个丰州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它缩短它建设的时间 而且说经费更少 还可以达到更大的效果 又带动整个台北万华区的翻转 何乐不为呢 像柯P这种做法 30年后 又是一个五层楼的旧市场在那边 又成为万华发展之流 那又是要再解决的 是完全没有远见的 对啊 其实柯文哲就是每天讲一些俏皮话 讨年轻人换心 过去问他 他还提出一个点子是怎么样 而且这点子是他政见 他说把我们市区里面很多花园 路边的那些 我们路边很多利地 把它弄掉 让民众来种菜 种菜以后你就扫上狗菜市场 怎么样 我想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 我实在 非常厌烦 看这样的政治人物 每天在耍嘴皮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机器警 坐在我前面的 挑战柯文哲 的盯索中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我的真心话 很多人听了很爽 但是爽的背后 你要有些事情要去做 小董批评实证是很行的啦 但是 有些人你要看 他要有执行力 柯文哲是毫无执行力 每天 打嘴炮 讲干话 我真的讲 这个人 就是草包一个 有人要挑战他 就是坐在我前面的丁索中 索中就 其实我这几年 在跑 我这十几年碰过很多老师 他们跟我讲 学校的吸毒非常严重 国中高中 台北市非常严重 很多人都不当回事 那一般 一般你都很难想象说 怎么会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好像整个交易局 整个台北市没有作为 如果是你当选台北市长 你打算怎么做 我如果当选市长的话 我一定这样子做 我过去在立法院 就提过好几次 我说我们现在 这个吸毒 而且各类的毒品 用各种方式的包装 糖果这种情形 都已经深入到这个国中 甚至到国小了 国小四五年级的 都已经有染毒这种情形了 那如果我们国家的幼苗 都染上毒的话 那老实讲 毒品是万儿的冤手 那将来他因为吸毒 因为上瘾 因为没有钱 他抢杀拐骗奸淫 什么都来 就这样 那我那个时候就在立法院 我就提出 向教育部提出咨询 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趁着 我们的国中国小 每年的健康检查的时候 对学童进行验尿 验尿的结果 那么就通知家长通知学生 通知学校的这个 如果说有毒品反应的话 那就通知家长通知学生 然后也通知学校教保单位 也通知警政单位 那结果我这样子的咨询 几次 教育部给我的回复说 因为这个涉及到隐私 有家长反对 就不愿意 我说这个是户短的家长 少数户短的家长 反对就不做 那这种毒品持续在校园里面蔓延了 像我昨天我跟一群年轻的新手 我妈做谈 我问他们他们会不会反对这个 他们说我们绝不反对 我们绝对不会反对 只有户短的 怕儿子吸毒的验尿验出来了 被人家标签化就不敢 那个 我当初我过去 我在立法院在推 这个我们各个路口巷口 社区安全联防系统 不管是智慧交通也好 打击犯罪也好 这种监视器 现在不是很好吧 对不对 他根本也不侵犯人家隐私 当初我在推的时候 民进党也讲 丁守中你这是全民公敌 你这样子 我说怎么会全民公敌 英国六千万人口六百万只 这个政府设的监视器 平常没有犯罪的时候 没有人去动他 也不会侵犯隐私 有犯罪的时候 有发生的时候 才会去掉记录 那马上追查 平常他就自己洗掉了 我说不是很好吗 那同样的这个 我们现在对于学童验尿 如果我是市长的话 每年我们的国中国小 各级学校 我们健康检查的时候 把毒品的反应 我们加进去 加进去以后 那查出来有这个毒品的 这个结果有 毒品的吸毒的反应的话 马上我就通知学校 通知家长 通知教保单位 通知警政单位 让家长都能够自所警惕 这样子才能够 彻底的打击这个毒品 否则的话 毒品一直在学校里面 犯罪不得了 对啊 其实我保金文真的是碰到很多很多家长 他们小朋友告诉他 同学吸毒吸得非常严重 但是但是因为过去一向不关心 其实在台北很多事情大家都很关心 比如说我们刚讲吸毒这个是一般青年朋友 或者学生啊 老年人 其实台北现在老化非常严重 那你刚在第一段的时候你就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的公益啦 或者这些 其实现在台北 如果你当选台北市长 你打算对老人的措施要怎么做 我刚刚已经讲了 一开始啊 我讲说我们要把台北 台北是全台湾人口最高龄化的城市啊 那我们要把台北成为一个全国敬老孝亲的典范 那从阳进老金这是最起码的啊 这个我们马上恢复啊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日间脱脑中心不足啊 那我们会在社区里面啊 我如果做市长的话啊 我们不只社区脱脑中心不足 临时脱右脱英的也不足啊 那在每一个里里面 里长你们去争取啊 或是地方的我们的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只要在地方上大的建案里面啊 在里里面啊 我用容积奖励的方式 基于公益不算容积啊 我给你争取一个200平的在社区里面的空间 那这样子我们脱脑脱右啊 临时啊 临拖啊就有个空间啊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在社区里面的脱脑脱右的空间啊 那我也会啊 大幅的增加我们的啊 照顾服务员的源额 市立医院的慢性病床要增加 富康巴士要增加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 你可以看到在北欧在日本可以学的事情啊 事实上我昨天跟杨志良有个记者会啊 那就是啊 我们现在超过65岁以上的 大概84%是好手好脚都可以 活动力很强都可以健康的 那只有16%啊需要照顾的 那在北欧在日本有一个叫做 银法长辈的志工服务时间银行 也就是啊 我们来在社区里面 在社团里面 在各个的公寓大楼里面 我们来推动啊 这种社区 这种志工服务时间银行 今天我有时间我帮你 我储备10个小时的义工 等到我将来老的时候啊 那你也可以来 你们也可以来帮我啊 那大家用时间银行 社区志工服务的这种方式 那就等于是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嘛 那我们要靠政府的编的经费啊 长照2.0啊 他每年编400亿啊 事实上400亿根本不够 只有200多亿啊 这个税收啊 远远不够我们1200亿啊 那我们就要用大家来互相帮忙 这个方式啊 我会把像杨志良所推动的 全民造福时间银行这种观念啊 在各个社区社团里面鼓励 而且我来给他奖励啊 来评比啊 做得最好的 我招待这些老人啊 出国去考察国外的人家的这种 老人福利的这个措施啊 让他们回来再做推广啊 那这一部分我也会全力的来做 对啊 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啊 台北市啊其实需要做事的人啊 不是每天在讲话的人啊 那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出来挑战柯P 包括民进党的 然后其他党的都有 但是没关系 国民党的党内出选 29 然后31号 就是这个礼拜天 礼拜一礼拜二